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f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5月15日晚,来自中国湖南省的中国著名二胡演奏家张音乐 应邀前来美国华盛顿,举行美国个人音乐会巡回演 音乐会由美中实验学校校长王耀辉至开幕词 中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庄园员应邀出席并致词 感谢湖南省艺术团来这边给我们华府的观众增加了一个新的喜悦 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艺术家,同时也答谢盛情的观众 华府本地的艺术团体在这次音乐会开场奉上了独具特色的节目 旗袍秀和锦铃舞蹈学校的舞蹈展示了大华府地区海外华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 本次巡演云集了中国和湖南众多的顶级演奏家 音乐会已具有浓郁湖地域文化风情的淮阳河春到湘江开场 电影《加勒比海盗》主题曲改编的中国民族契乐重奏为结束曲 音乐会上还上演了二胡、小提琴、钢琴版的梁柱 极富湖香韵味和风情 有湖南梁柱之称的湘飞之恋 这也是该曲目在美国的首演 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咱们这个北国观众啊 对我们民族音乐 对这种中西融合的这样一种表现形式的这样一种热爱 特别是在华盛顿的我们的这个作物续席的观众 和我们非常认真聆听音乐的这样一种感受 给我们更多的一种感动 今天的演出呢非常的成功 也体现出来演员们确实是国家一级演员 顶级的演员的表演 也体现了我们华盛顿地区的华侨华人们 对祖国这种亲爱 还有特别对这种欣赏的水平 所以演出非常成功 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 多多举办这样的音乐会 整场演出主题鲜明 励志高远 构思巧妙 是名家云集 月韵飞扬的音乐盛会 更是一次人文风貌 与思想汇催的文化盛电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我是记者刘玲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收看